各位youtube网友 我们这集聊一下全球军事化浪潮的背景下面 世界各地的军头蠢蠢欲动 这个词有点负面 这个跃跃欲试 将力争上游 保卫各自的国家利益 当然也有各自利益派系的利益 这个全球军事化浪潮这个词哪来的 我发明的 事实上没有其他的人这么说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小价值的 保持为患 这字又来了 就是你没吃饱你就努力的吃 吃饱了撑着干嘛 找活干 现在这个利益集团就是一方面想扩张 一方面要保卫自己的利益 乡商论坛2006年开始在北京 先是由专家私底下 或者说就是专家较低级别的开始 然后较为公开较多官方介入是逐渐发展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一次又是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峰了 虽然美英他们并不是很愿意来帮中国造势 当然这个乡商就是我们自己的 那跟香格里拉就不一样 我想选择香商这个地方应该说 香格里拉这个论坛 他在前面02年的时候是新加坡这边开始弄了 那么新加坡跟英国的这个战略研究方向的这么一些机构联合进行的 那么我想是选择上这个香就有一定的这个寓意吧 说到这个香格里拉论坛 大家应该记得就在前几个月 咱们这个李尚福国防部长还去参加了 那是他最近几次参加 之后还参加了一些会议 但是真正国际场合那一次是非常大的 对吧 然后消失不见了 现在应该说就已经是沦为阶下囚了 本届的香山论坛就是今天30号开始真正的举办 说是29 30 30亿 但是昨天应该是准备工作 那今天重量级的人物啊 就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现在还在战争状态的邵逸股已经到了 那他当然不太可能昨天前天就到 日程肯定是非常满工作量非常大 其他的英美国家也来了很多 包括沙特伊朗他们也都来了 但是国防部长来啊 这是不一样的 国防部长的这个级别也有好几个国家 当然还有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像老挝柬埔寨越南 蒙古 东地问缅甸 这些东南亚国家都比较小的 他们也是国防部长来 那其他的西方国家主要还是一个保持交流 同时我们说了 现在这个时刻 商业论坛你是办不到一块去了 大家不会做到一块的 现在我刚刚说一开始定调 为什么很重要的 我们要给未来五年十年乃至几十年定调 就是这是一个军头的世界 各位军事化浪潮什么 所有关于武器 关于军事人员 包括装备啊 包括这个作战思路啊 这种种方面 对吧 他都是要有一个像以前的商业活动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时候军事对抗 大家不交流了 不是的那不交流那是以后的事情 对吧 战还没打着还是要交流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论坛就相当于 我们央视有个节目叫商业 商业的节目叫对话 带着对吧 像这个CCTV9 CCTV News 他也有一个带着对话 对吧 那他们都有特定的指向 CCTV9那个方向是比较全面的 各个方向都会设计 对吧 那一样是二套 那是经济方面 那么香格里拉的对话 香商的这个论坛 这些方向就像什么 前些年的达沃斯 再补充一点 香格里拉对话偏西方呢 不会帮中国的核心利益说话 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 我看了这个金一南教授 就曾经指出过一些问题 比如去参加开幕式的时候 看到这个挂满了中国兵力分布的图 但是美国全球兵力更多 对吧 为什么不挂西方美国的呢 不挂北约的呢 中国方面还进行了抗议 然后他才把这个图拿下来的 但是光抗议没用 中国自己还是要把话语权拿回来 对吧 这论坛也很重要 像以前我们错过了 像达沃斯论坛 后面搞个夏季达沃斯 对吧 那已经是离冬季达沃斯 差了好长时间了 而且在天津办 我觉得这个达沃斯 应该在我们海南办 对吧 以后还得想办法这个搞 那么这一次两个香呢 只差四年的这个成立时间 应该说已经比较贴近了 那从争夺话语权的角度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全球军数浪潮 中国的应该讲 在武器装备上 已经是大幅度提升了 特别是无人机 大方异彩 包括中国的这个北斗 主网 那么对于整个中国 对于导弹体系的这个发展 是有强烈的一个底层的 支撑作用的 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下 应该是大办特办了 但今年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李三福 国防部长 这么人不见了 那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下台 现在已经确认下台了 对吧 那就是在245号网上新闻联播报的 对吧 那么我看了西方媒体提到一下 就是这个29号马上 香港论坛就要开始了 这李三福不见了 那么提前就是告诉大家 那么就是下来了 对吧 国务委员也没了 国防部长也没了 对吧 那现在这个局面呢 是张又霞开始接替这个位置 那么中央军委的情况 我们也说一下 那么主席当然是我们的习近平先生 那么副主席呢 一个是张又霞 据外网传言 他跟习近平关系很紧密 这个可以理解 对吧 那么刀把子 枪杆子嘛 这个应该叫枪杆子 刀把子是武警方向 那么还有一个叫何维东 也是副主席 说起来他也是福建南平人 然后其他的就是委员了 像李三福先生 他是委员 还有刘正丽 苗华 张生明 这些名字 大家应该都很陌生 除了习近平先生之外 我想大多数人 可能都说不出来 其实我大概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不着急 我们一点点了解 我跟大家一样 我们都是学生 我们是未来的学生 对吧 那么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 我们要对这些人的名字 要开始熟悉了 就不要说 以前只记得什么 杰克马 对吧 还有杰克维尔奇 对吧 还有霍多尔科夫斯基 这是俄罗斯的寡头 对吧 这些了解 这是过去了 那么现在 李尚福先生不在了 张又霞 出来就有一点像前一段时间 是王毅接替了外交部长 对吧 那没办法 新刚刚就不见了 对不对 也没有交代 直接就是王毅就上来了 那么习近平先生本能肯定很忙 具体的事务 这个私底下应该在背后 对吧 那么我们前面也说过 中国军头为什么成长不起来 对吧 像美国的这个米利将军 当然现在也下来 那我想他们还是比较 站美国立场 站得很稳 很坚定 那我们国内 就是这个李尚福 牵涉谍报方向 这种腐败之类的 才会下来 对吧 那还有就是我们国内宣传上面 觉得这个党是指挥枪的 那么党指挥枪 你跟人民说那么多干嘛 对吧 那么说多了 可能反而不太好 对吧 再说了整个官僚体系 它就跟民众保持了相当高的距离 对吧 很多官员的履历 据说最近这两年还被降级了 以前公开的资料还多危险 现在再次被降级 所以实际上整个体制内外的话 它是有一个信息差的 信息差 就是内部读的叫内藏 对吧 这个吃的东西叫特供 对吧 什么东西都搞 这一套玩不下去的 party对吧 虽然我坚决维持国家利益 但是我们也要说party 你这么搞的话 这不是正确的路子 对吧 我们要指出来正确 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不正确 至少我的观感是这样子 这种军事把军头推出来 其实有时候是一种被动 我刚才说起来好像是主动的 小李同学 你不要自己意志那么强 你说是军事发浪潮 你说要把军头推上来就推上来 大家这么看的问题 你想这少一股 过去这接近两年的时间 是不是每天的巴掌头板头条 你不太可能看过我的节目 听过我说话 没注意到骚一股这个人是谁 对吧 那不可能 那么这个问题 大家现在知道李尚福是谁了 对吧 除了习近平先生之外 很多人不知道张又霞是谁 但肯定知道李尚福是国防部长 那这个时候你负面都出来了 对吧 影响力都在了 你既然又有影响力做基座 对吧 像俄罗斯这边的 那么又有李尚吴这样的负面 那么你为什么不推正面 要不要推正面 该不该推正面 当然要推啊 那大家说是不是军头要崛起 那这是既是中国的问题 难道其他国家没有吗 对不对 难道其他国家不注意这种防务形势吗 现在是巴以在冲突 现在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在冲突 对吧 那也可以说是战争 对吧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面 可聊的东西可多了 对吧 那在巴以问题上 我相信美国还是有一些地方要求中国的 要不然以色列本来这个事情 可能中国出力就不少 当然是隐隐的 不是直接的 可能落了几回弯了 对不对 但是看到美尼这样子 应该说中国的战略压力 不知道要缓解多少 那要真正的从打心里去缓解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只不过说面子上面可能做的 好看一点 也许是美国说你给点面子之类的 这种只是最多是表面的交易 就跟聊天似的 其实没多大用处 那再说的直白点 就是中国这边 party这边 习先生这边 中央军委这边 看美国的笑话 对吧 看你这个军工复合体的笑话 你在全球兵力怎么再重新部署 这西泰米亚还要不要的 中东你怎么重返 这以色列现在正在说 他进入第二阶段的进攻 对吧 地面是打辅助 那么现在是轰炸 是占主要部分 那么同样的美国方向肯定也会觉得 那么你看你这国防部长都不见了 本来这一次国防部长是真正是最核心的人物来做这个事情 这就更不用说 这二炮刚刚也下来了司令 包括副司令 连政委也都下来了 可以说美国会觉得你们这整个二炮 包括解放军 很多都是我们的人 对吧 那就像参加我自己的会议一样 你这会场 说不定打个电话 这还能够找几个重量级的跟他们接洽 这个时候我们看出一个巨大的不平衡跟不平等 我们是没有那么多军事盟友的 说起来朝鲜应该算一个 我没有看到朝鲜说派出什么人 至少新闻上没有直接报道 但是我们知道就算说了也是一个形式 朝鲜不可能是怎么样 那都是依附于我们 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实际上中美 在很多地方已经是比较平等的方向上 刚才我们还没有特别强调武器装备的问题 现在各方对于中国无人机的需求 包括说从子弹防弹衣 包括说很多国家的国旗 你战争的时候 你总要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提振自己的精神 识别自己友军跟敌军 这些都是 那就是我们中国最便宜 你不找中国买找谁买 很多东西军民用不是分的那么清楚的 只有中国效率是最高的 很多地方而且就在中国举办 那么这些应该说是不错的 是对中国是献身威 而且我们还说一个问题 西方怎么不搞这些论坛 我没看到有什么美国有什么论坛 他搞这个香格里拉 还是借着新加坡的壳子 那这里我想美国西方 他主要是北约峰会 那北约峰会是另外一个调调了 找我们中国我们也不太会去 或者是做一个小小的观察员之类的 这种就是去看别人去仰视别人 就没意思 但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不平等 不平衡 我们明明特别是在军事装备上面 成长的这么快 产能如此之大 但是我们却没有一席之地 我们又没有什么像样的盟友 对吧 那么这个乡商论坛这一次的话 应该说光芒就会迅速的拉起来 因为北约峰会不奇怪了 这几十年大几十年的时间 这隔三差五就来那么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晰的预测出来 在中国做主场 在中国军力快速拉升 在全球这几大战场 包括其他区域全面都需要中国军事装备的 这么一个背景下面 那么这一次呢 我想他可能未来几十年 中美中西方中英文世界会有一些思想界的 这种剧烈的碰撞 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这个商业上面 实际上中国也去崛起的很快 有很多模式上面也开始提升 那么未来这五年十年 我们刚才用这个词军事化浪潮 就会从这样的论坛开始全面的渗透 那跟西方的这种北约峰会呢不一样的 像我们这种香山论坛 就包括他西方这些香格里拉 这个对话 那也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种就更容易倾向于什么 比如塑造军头的这种方向 他就不仅仅是说 军事装备上面 他也有舆论造势上面 包括说军方跟民间的这种交流 他会让我们更加就显得比较开放 北约峰会肯定很 可能甚至涉及到具体的战斗议程 那都是绝密级别的 那可能就根本就不会允许外界的任何的报道 特别是我们强调这个浪潮这个字 或者我们说重新建一个军事的生态 这可能更好的理解 就是方方面面 他都会开支商业 他都会渗透到我们生活里面去 那我们说我们不是偏聊财经一点 确实 那现在中国很多人是不是开始慢慢的生产 跟军工有一点点关系了 那这个也是未来挣钱什么方向 外贸挣钱可能慢慢的就是军工方向 就是我们看这个问题的切入角度 中文有一个笑话 就是距离所距是中国一家上市公司 那很多买这家公司的网友 有一段时间可能他们局部小范围在讨论 就是他们那个公司做了很长时间的生意 不知道他们那个所卖到美国去 美国是拿来做航母的阻拦所用的 就是飞机降落的时候 把他这个轮子勾住 轮子大概那个位置 把他勾住之后快速的把速度降下来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之后 原来这是一家军工企业 能不能这样理解 当然可以我们从军事上面来说 它就是一家军工企业 像我们刚才说的国旗生产 那也是 包括子弹那就更是 最后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这一次论坛 在巴以跟俄乌冲突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面 也看到了我们中国军事装备的 很多方向能力在快速的提升 那么又处在一个把李善福给干掉 这么关键的一个群众二炮的政委 包括司令副司令都抓掉了 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 就是走势是比较确定的 那么大家就开始会分家 就是说你美国想通过谍报系统 多大程度上控制中国 再慢慢的就削减了 对吧 大家也能够看得出趋势 有一些曾经涉嫌 轻度参与过 这个情报出卖这个方向 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收敛很多 或者是被捉出来 你像这一次论坛 可能私底下这方面工作也不会少 那么再往下面走下去 就是大家在军工方向上的 这个科技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 那比拼的时间其实是会很长的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像 金勇小说里的这个画伤论件一样 那这方面当然不是武斗 是偏向于文斗 偏向于大家这个方方面面的 这个软性的比拼 影响力的比拼 或者说站队的比拼 那这些也是一个风向标 就是舆论宣传方向上 或者是具体的在南海 东海台海 这是西太平洋这个方向 还是说在全球 现在中国已经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武器装备已经卖全球了 那么所有方方面面都会在这样的论坛里面或多或少的汇总 呈现出来 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很多地方可以去看可以去解读 当然这个论坛刚开始我们只做一些背景这个梳理 我们在跟进 有没有什么突发的意外的事件爆发 现在这个时候 很容易有 那这个短片我们聊到这里 好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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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